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良心必定惊慌失措并几乎崩溃 除非暂时因忘记神和自己而沉睡 这沉睡的确是暂时的 因他不可能长期处于这可悲的健忘之中 因为神的审判重复浮现在他脑海中 并强烈震撼他 简言之 唯有确信神是他慈悲良善的天父 按他丰盛恩典应许万事 这才是真正的信徒 真信徒信靠神的应许 神必恩待他毫不怀疑 持守对救恩的盼望 此集 希伯来书作者所指出的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因此他指明 唯有以确信夸耀天国基业的人 才能在主里有美好盼望 唯有那因倚靠救恩确具 而胜过恶者和死亡的人 才是真信徒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精彩的总结 教导我们 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将来的 是现在的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同样 保罗在以福所书也说 除非我们清楚 神恩赵我们所得的永恒基业 有何等的指望 否则我们心中的眼睛 没有被照明 保罗书信各处的教导都显示 除非我们从神的良善中 获得确具的结果 否则我们就不会清楚认识 他的良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